台中昨天晚上發生的鬥歐劍血案件 就在大雅區的一處工廠內 兩派沿馬一次相約談判 各自攜帶著武器 還有人帶著空氣槍 發生的激烈衝突 導致五個岩袖箱 一人不幸死亡 案發現場警方已經拉起封鎖線 監視人員仔細採證 工廠內籃球場還有人受傷 消防局加派救護車 將傷者送醫 救護車火速趕到急診室 這名男子疑似腿部中彈 趴在單架上意識清楚 但另一名男子則是全身骨折 傷勢嚴重 意識模糊 送醫急救 位在台中大雅區這處工廠 一號晚間傳出雙方人馬相約談判 各自還攜帶武器 過程中發生激烈衝突 造成五人受傷 一人死亡 根據瞭解 警方在案發前就有接到報案電話 報案人自稱有兩台車帶滅具的人要攻擊他 隨後就獲報有多人受傷流血 分送三間不同醫院 而衝突原因以及相關涉案人車 警方正調閱周遭接觸器 釐清案情 記者劉靜穎 謝憲宗 SNG小組台中報導 輪停留學院 墨 引 盜 整 感谢观看